满满的货物堆积在仓库等待运送 海运塞港延烧 光是东南亚航线价格 对比疫情前就翻了十倍 让不少大陆企业现在拼箱出海 只要运送时货柜还有空间 就把体积小的日用品工艺品塞好塞满 就连宏基董事长陈俊胜都说 货物还在海上飘 很快就卖光 卖光 但是海上飘的问题 仍然还没有完全解决 明年六月就会解决 我想哇还要这么久 那我相信应该可以再快一点 欧美夜单机来临 不止海运空运也热爆了 因为就连浴缸健身器材等大型货物 为了准时送达都改走空运 甚至有业者愿意砸百万包机 让航空运价再度起飞 因为难求定不到这些位置 过去包机的价钱20块美金 现在变成25块美金 最近也提高到五六百块左右 不一定 空运在标新天价 但是股价却不来电 看看航空双雄 华航长荣航 8号表现并不算强 华航尾盘才强拉 勉强翻红收涨 百分之零点三五 长荣航稍微强势 也才涨百分之二点六九 我认为基本上是没有如预期的好 那偷拉尾盘通常 它短线上就是做了一个解套的一个动作会比较多 那短期间之内我会建议 是相关的这些航空个股逢反弹 我认为是逢高获利为主 虽然中国大陆民航局现在出手要求 2022年1月1号起 航空客机的客舱不能再拆除座椅 变成货机来载运货物 看似替试矿增添变数 不过市场认为 在海运三缺问题未解下 未来航空运驾和运力吃紧情况 仍会持续攀升 明年第一二季 空运依旧会往下去 东森产经新闻 武博叶子晶台北报道